在正式进入2020大选年之际 各个总统参选人陆续公布了自己在2019年最后一个季度的募款成绩 这些募款数字背后蕴含着怎样的竞选态势 我们今天邀请美国之音记者平章来为我们解读 平章你好 包容你好 那首先跟我们讲讲为什么要特别关注这个2019年第四季度的这个募款成绩呢 正如你刚刚所说的我们现在是已经进入到了2020年 也就是正式进入了大选年 那么今天距离初选的第一场投票 也就是爱华州的党团会议 还有刚好整整一个月的时候 所以可以说现在大选尤其是民主党的党内初选 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 那么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上所公布的募款的数据呢 因此就格外的引人注目 另外2019年第四季度的募款成绩呢 是在初选正式开始投票之前所公布的最后一个募款成绩 那么它就体现出来各个总统参选人是带着怎样的资源和竞选态势 进入到大选年的 那么这也会影响到选民的信心和他们的判断 从而影响到大选的结果 所以因此就非常重要 不过这里要说的是我们目前只知道各个总统参选人所募款的总额 那么具体的这个募款的情况还有现金流的情况 需要等到1月30号这个最后的这个报告出炉之后 我们才能知道 那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 目前看来各个参选人第四季度这个募款的成绩 我们先来看特朗普总统方面好了 那么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周四公布 他在2019年第四季度总共募款4600万 这是特朗普总统在这个竞选周期里面表现最好的一次募款表现 那么他的竞选经理就将这个归因是在国会对他所进行的弹劾 造成这种反向的刺激作用 我们看到在国会众议院宣布对特朗普总统进行正式的弹劾调查的当天 特朗普的竞选网站上就收到了超过300万的捐款 那么目前特朗普总统的账户里面是有1亿0270万美金 是所有参选人里面最多的 所以可以说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弹药是非常充足的 再加上目前的这个经济数据也还不错 那么美中贸易协定的这个第一阶段的协定也即将签署 所以可以说特朗普总统虽然现在有弹劾案缠身 但是他还是以一个相对很有力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进入到了2020年的大选年 那么在民主党的方面 2019年最后一个季度的募款排名第一的依旧是参议员桑德斯 那么他总共是募到了3450万 这也是他在这个竞选周期里面最好的一次募款成绩 我们知道桑德斯是完全依靠小额的个人捐款 他从宣布参选到现在总共收到了500万笔捐款 那么每笔捐款的平均额是18美金 所以他就靠着这样的小额捐款 能够累积出这样的一个庞大的这个募款总额 也可以体现出来他在基层民众当中的一个人气 那排名第二的是前南本德市的市长布蒂吉格 那么他在第四季度是总共募到了2470万 这是他的一个次好成绩 稍微少于他在第二季度所募到的这个2480万的成绩 排名第三的是前副总统拜登 他在第四季度总共募款2270万 这也是他在这届选战当中最好的一个募款成绩 拜登前一段时间的募款非常疲软 他在第三季度甚至出现了这个入不敷出的状况 这就造成了很多人当时在担心 拜登的竞选的潜力和他竞选的前景 那么第四季度这样的一个募款成绩 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回升 而且不仅是在募款上 在民调上拜登在第四季度也有所回升 他的竞选经理就表示 这也是得益于特朗普总统 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持续不断的攻击 拜登和他的儿子 那么再加上这个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案 都促使拜登的支持者更加踊跃的捐款给他 我们看到在弹劾期间 拜登每天在网上所收到的捐款的平均额 是弹劾开始之前增长了121% 所以很有意思的是一场弹劾案 在募款上不仅是帮助了特朗普总统 也帮助了拜登 另外拜登的回谈 也跟哈里斯和欧洛克这两个参选人的退选有关 这两个参选人此前也是比较温和派的立场 那么他们退选了之后 他们的一些支持者还有捐款人 是转而是支持了前副总统拜登 跟拜登的境遇正好相反的 是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 我们看到在第四季度 沃伦的民调有所下降 从以前的第二位是跌至第三位 那么他在募款上也是相对有所疲软 他在第四季度总共募款2120万 在民主党当中排名只是第四位 他的下降主要是因为前一段时间 他遭受了很多有关于全民医保的攻击 另外桑德斯的心脏病好了之后 以往在桑德斯和沃伦之间 游移的这些进步派的选民 有一些选择了这个桑德斯 因为毕竟桑德斯是进步派的老牌的棋手 而且在进步派的立场上更为坚定 整体而言我们看到 民主党的竞选阵营的第一梯队 这四个人都展现出很强的募款实力 而且他们所募到的钱 加起来也是远超特朗普总统 那么这就反映出来 在这一届选战当中民主党的选民的积极性 是非常高的 而且不仅第一届 第一梯队的选民 我们看到比如说商人杨安泽 那么他在2019年的第四季度 也是取得了1650万的这样一个好的募款成绩 所以这都可以反映出来 民主党选民的夺回白宫的 这样的一种热情和积极性 另外我们看到像沃伦 跟拜登之间选情的上上下下 也能够体现出来民主党的初选 目前还处在一个变数很大的阶段 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赢家 那你刚才提到的这一点 在民调之中是不是也有体现 没错 如果我们看全国民调的话 现在排名第一的是拜登 排名第二的是桑德斯 排名第三的是沃伦 排名第四的是布蒂吉格 但是如果我们看最早投票的几个州 也是非常关键的这四个早投票的州 像爱沃华州和新喊布莎尔州 布蒂吉格和桑德斯是分别位列第一名的 而这个拜登的只排名第三 沃伦排名第四 但是在这个另外两个早投票的州 比如说南卡罗莱纳州和内华达州呢 则是由拜登来领跑 所以这四个人看上去都有机会 而且这四个人目前都有很强的这个募款的实力 弹药都非常的充足 那么这就证明在2020年的大选阶段 这个民主党的初选注定会是一场旷日持久 而且非常激烈的争夺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平章今天做客我们的叶博士 谢谢鲍柔 谢谢鲍柔